大家好,小米欢迎大家访问频道《百米清水》。 亲爱的观众,收听今天的分享,女人越不愿意做三件事,其实越爱你。 爱情,就像是一杯茶,芬芳四溢,令人忍不住要品几口。 三毛说,耐心、任性、谅解、宽容、包涵,都是爱的代名词。 深陷爱情的漩涡之中,女人容易为爱而改变自己,之前活得肆意潇洒,一心只为了自己。 真的爱上了一个人,女人会处处为她考虑,磨平自己的棱角,为了经营感情而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。 但是,真正爱得深刻的女人,不会为了爱,而一味地付出。 相反,她可能不会处处迁就。 而是活得有原则,对男人也有要求。 因为,好的爱情,需要两个人一起成长,一起进步,一起在风雨中共进退。 男人,当一个女人,越不愿意做三件事,其实越爱你。 不愿意做家庭主妇,坚持要赚钱,分担家庭重担,爱情有一种神奇的魔力,它会让男人和女人互相依赖。 互相依靠。 当女人为男人倾心时,面对生活的压力,她不会甘愿在家做家庭主妇,而是强大自己,努力去赚钱。 女人之所以想努力赚钱,其实是为了和男人一起分担家庭的重担。 她,不想看到心爱的男人,为了生活,为了支撑起一个家庭,活得太劳累。 自信在少有人走的路里说,真正意义上的爱,既是爱自己,也是爱别人。 爱可以让自己和他人获得成长。 女人之所以不愿意做家庭主妇。 坚持要努力赚钱,分为两个原因。 其一,想努力承担家里的经济压力,和男人一起将家庭建设得越来越好。 其二,不想让自己只懂得洗衣做饭,与男人之间拉开差距。 从心底,越是深爱一个男人,女人才会越喜欢鞭策自己,努力强大自己,承担更多。 同时,也让自己有能力去爱自己所爱的人。 不愿意花钱打扮自己,心疼男人赚钱不容易,人生路上,每一个女人都想保持精致的容颜,穿自己喜爱的衣服,但是这些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持。 谈恋爱时,女人舍得花钱装扮自己,那时,自己赚钱没有什么生活压力。 可是,当女人越爱一个人,越会变得舍不得花钱。 而且,她会主动缩减打扮自己的开支,是因为爱,让她学会了理解、包容和体贴。 因为,女人从心底,已经知晓,男人赚钱不易,不想随意消耗她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。 两个人在一起,共同创建美好的家园,往后花钱的地方有很多,希望自己能多存点钱。 让未来的生活更加安稳,女人不愿意花钱打扮自己,并非她真的不爱漂亮了。 而是,她觉得,相比于打扮自己,两个人的未来更为重要。 所以,她才会主动压缩自己的开支,不想让男人有太多的经济压力,不希望男人赚到的钱,都被随意消耗和挥霍。 这其中,藏着女人对男人一份深情,以及她对未来的憧憬。 吵架后,不愿意让男人破罐子破摔,引导解决问题,每一段感情,都会像过山车一般。 会有高有低。 薄阳说,爱情是不按逻辑发展的,所以必须实时注意它的变化。 爱情更不是永恒的,所以必须不断地追求。 谈恋爱时,也许两个人之间发生问题,女人偶尔会小吵小闹,只为验证男人到底在不在乎她。 可是,当女人越是深爱一个人时,她便越不再容易被情绪控制。 而且,她还不愿意男人破罐破摔,会引导男人积极解决问题。 因为,爱情一旦被破坏,就很难再回到最初。 所以,在经营爱情的路上。 女人不愿意男人太懒惰,不愿意惯着她。 如果两个人为了矛盾而吵架,女人不会使小性子,而是会理智地看待问题。 并且,鞭策男人成长,积极解决问题,促使她成为一个有担当,有责任感的男人。 如此,彼此之间的爱情,才能细水长流。 人生路上,女人的爱,很隐忍,但是也很热烈。 真爱一个人,女人会付出很多,会为爱而有所改变,也会有所坚持。 所做的一切,皆是出于真心。 女人越爱一个男人,她会变得越独立,努力赚钱养家。 她会变得越朴素,不再随意消耗金钱在外表。 她会更加理智对待爱情,引导男人一起积极解决问题。 爱,让女人变得坚韧,又柔软,变得强大,又理智。 男人,如果你的身边有这样的一个女人,一定要懂得珍惜。 因为,爱到深处,女人才会逼迫自己,为爱而成长,为爱而承担更多。